作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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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听着同学们纯净的歌声 好像让我们一下子又回到了 白衣飘飘的大学校园 又让我们回到了 热血沸腾的青春年代 也让我们回到了梦想最开始的地方 他们让我们看到了青春最美好的样子 今年是五四运动的一百周年 百年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青春奋斗的旗帜 在始终高高地飘扬着 而且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的 接续前情当中 我们看到他们脚踏实地 他们艰苦奋斗 他们不断地在谱写着爱国奉献的时代天章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老师嘴里经常会有两个词 就是奋斗和奉献 奋斗是青春最靓丽的底色 而奉献就是青春最美丽的模样 那基层就应该是年轻人挥洒汗水的舞台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 一批又一批的高校毕业生 他们把个人之我融入国家之我 他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所以说在我们心中 他们应该就是广大青年最优秀的代表 他们也是千百万高校毕业生前行的榜样 是啊 我们在他们的故事当中读懂了时代的模样 他们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 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在不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应该说在这样的前续后继当中 他们不断地寻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当中 在汇聚起建设美好生活的力量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激发广大高校毕业生 服务基层 奉献基层 扎根基层的荣誉感 自豪感和责任感 由中央宣传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在全国临选出了十位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一群优秀的年轻人 让我们在他们虽然平凡的岁月当中 去寻找那些不平凡的诗和远方吧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 齐小景是村子里第一位大学生 上学的时候也没学费 都是村里边人给凑 这家给他200 那家500 凑了5000多块钱学费 贫困伴随着他的成长 大学生的身份不仅让他成为全村的焦点 更承载了全家人的希望 然而大学毕业以后 齐小景的决定却震惊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自去招村庄 你就赶上这几位我就考 结果就高分的就考了 我爸听说我分到村上了 别提有多生气了 感觉给他丢人了 大学毕业了 又回农村了 而且内蒙他正好肾癌 在医院 临走都跟我一句话都会说 父亲的不解原则农民身份 带给那代人的艰辛与清品 而齐小景却坚信 父辈们一生都想离开的农村 能成为他施展拳脚的舞台 当村官的第二年嘛 外出考察学习 外面都是选人家棚里边的菜 所以一查就能卖五千多块钱 你就肯定能成这个事 草莓大棚取得的丰硕成果 让齐小景信心倍增 下一步他准备在全村乃至全乡 推广自己准备已久的电子商务 从草莓的第二年嘛 我们就开始创办合作社了嘛 我们刚才就五个大学生 村民不可能入你这个合作社 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 我们这帮年其实能干点啥事 干了几年之后 他们也看出来我们这个确实 这个市场挺好呗 卖的也挺好 平时一个旁就是两千多块钱 到这家里四千多 将于五千块钱 早在2016年 齐小景所在的平安村 就依托他的农业合作项目 成功实现了脱贫 农户每年稳定增收约六千余元 看看这些萝卜小官来呀 我那会儿就行呢 你说我上学家里没钱 村里边人都帮过我 虽然我没有能力给他们钱 但是我有能力带着你们跟我一起干 有钱大家就一起赚 从我心里有讲感觉也是一种 报温还是叫什么呢 就是感谢他们呗 都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在为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奋斗 变民走势的这个西墙 散摊为矿经营啊 注意一下 有一句诗意的话说 无数的人们 无计的远方都和自己有关 在北大求学这几年呢 我逐渐养成了一种问题意识 当时舆论场啊 比较混乱 都有一种甚嚣沉上的 来唱衰中国的声音 我就有在内心深切有一种呼唤 就是我想到基层去看一看 了解祖国最隐秘的角落 了解祖国大地的这个脉动 找到一些真问题 再找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方法 我今天进屋说话呢 就是第一个 咱看看你现在装的咋样 住的咋样 有哪些好 然后有哪些困难 是不是 什么地方困难都好的呢 中国发展得很好 每一个人都在追梦的路上前行 当然中国现在有很多的隐患 我们要正视困难 正视问题 既然这些基础性的 弥补短板的工作 需要人去做 这些功在当代 力在千秋的工作 需要人去做 不如从自己做起 我热爱我脚的这方面 发展知道了 Town Hall 有此地的研究 推广 优优独播剧场相片 事实在 多 感谢 明月 有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最初的冷眼以待到现在的笑脸相迎 我才明白最好的融入是埋头苦干 最好的贴近是将心必心 乍根继承六年来 我的身边发生了很多变化 我们欣喜地看到 不少在家远期吞生的农村妇女 自从进入到招商新建的纺织厂打工 不仅每个月有了几千元的稳定收入 自己在家里也挺直了腰杆 我们欣喜地看到 以往垃圾成堆 腐臭不堪的处水沟 经过系统的彻底治理 摇身一变 成了水清草绿 云月鸟鸣的生态廊道 这些点点滴滴 这些可喜片话 都和我息息相关 作为一名北大学子 一名时代青年 我想在现实和理想之间 最短的行程 就是选择忠诚 踏实赶路 谢谢大家 什么是成功 什么是成功的人生 我不知道 我也说不清楚 我只知道 人要到最需要它的地方 才能实现它的价值 我知道我的家乡需要我 带领身边的品工户们 拖拎致富是我的理想 但是就在我提出 正机还机模式的时候 村民们都笑话我 说小景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还还大机 你有可能连小鸡的影子 都看不见 我被村民的这种 不理解 不支持 气哭了 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咬牙将五千元基础 发给了品工户 我就想着赌一把 试一试的态度 六月过去了 发出的基础全部收回 其中有两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 骑了十多里地的电动车 在我们内蒙古 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 在基地等了我们 整整一个半小时 他们为的是信守承诺 把他们养大的基础 按时地归还给合作社 就在那一刻 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从他们的不认可到认可 从不理解到理解 从委屈的泪水 到欣喜的泪水 我觉得我成功了 谢谢大家 墨河被称作中国北极 冬季气温接近零下五十摄氏度 而北极村是墨河的北极 文竹 2013年毕业于牡丹江师范学院 她通过孙观考试来到这里 来到路和工作的第一个冬天 是我难以想象的 一种冷 身体上不到我冷 难以想象的酷寒 让初来乍到的文竹 一夜间病倒了 高烧四十度 住院七天 村里的干部群众 对她充满了质疑 都认为肯定不能去了 肯定打退堂鼓了 在文竹到来之前 也曾经来过两任大学生村官 可是不到半年 他们都选择了离开 当时我就觉得 你们都觉得我不行 那我就一定要做好 来到这里不容易 留在这里更难 而要改变这里 是难上加难 好在每一天 对于文竹来说 有牟利 也有希望 村里边都是 都是很小的事情 我们美化这村村村茂 制作个冰灯 指个指花 因为你要改变嘛 在地方穿个低眼 它是没见过的 欢迎你们来到 神州北极 让我们北极来做课 来了来了来了 来看一下 战区里面的小霸王 俗成年纪大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那刚来的时候 你看到她觉得 这小姑娘怎么样 能不能担起 这个村里的任 一开始来的时候 我没心想都得在待着 她这么微弱的小丫头 她能跟她待着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那个刘初见 第一次去接我的时候 我从眼神里就看出 她对我的不信任了 眼神都流露出来了 假样的 看了我一眼 就扭头就 我就感觉 我说这个 我还没开始干呢 就不信任我了 我就有种天生的倔强感 我说你越觉得我不行 我就给你看看 从小我就叫 但长大之后发现 这个下学心中 也做起来确实有点难 她什么地方 让你觉得最感动 她到了 我把她接到村里以后 第二天 她简单地整理了 整理她那些住的地方 然后就要求 跟着我上农户去转转 了解了解村里的情况 从那以后 了解完以后 就经常自己就入户 帮着村民解决家里的困难 往来再调节 邻里就飞 在动员带动那个村民 搞那个家庭宾馆 民宿 挣的旅游 发展旅游嘛 挣的旅游 增加收入嘛 你看还开通了直播 对对对 现在卖鱼也不愁了 民宿也都不愁了 对啊 而且还专门开设了 党员的流动驿站 对啊 还有一个标题式的话 我觉得好多人都觉得写得真好 叫身在最北方 对 星象党中央 就刻在他们这个牌子上面 黄老师 那个送您一个 送给我的啊 送您一个 你看他们专门做的 身在最北方星象党中央 因为我们是这个敌边村镇嘛 首途有则 我们把这叫树边荣耀 我希望就是说 通过我们这个本地村民 对这个 这个情怀吧 带动很多游客呀 包括我们这个本地的党员 我们就是身在最北方 星象党中央 做得真好 那书记 对文竹 下一步你还有什么样的愿望吗 希望他能再干成点啥事 我希望他把根扎在我们村里 找个对象 我给他喝点喜酒 都有机会 邀请你们也去一起参加 好啊 你看老之书 这说的这大实话 一点都不在眼藏的 只有找了家里人 在这个村 他才能扎下根来 走不了了 对 怎么样文竹 我努力 不服努力 我要再加一句 只要有文竹待在地 这儿就不冷 这儿暖和得很 我们希望这儿的人们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希望文竹的小伙伴们 越来越多 大家都越来越有希望 祝福你们 寒窗苦毒 离开农村 一直被这里的孩子 当作改变命运的出路 而同样从村里走出的杨妹 却有着与众不同的选择 我喜欢这儿 叫我待一杯子 我也愿意 双流村 农耕条件得天独厚 期成农民 以种菜为生 可惜由于技术落后 他们只能维持温饱 2011年7月 杨妹通过大学生 村官考试 来到双流村 任主任助理 她一并带来的是 科学种菜的扎实理论 和丰富经验 面对一个才20岁出头的年轻姑娘 种了几十年地的老百姓 不以为然 你是干不成功的 也就是为了 那么做一个秀 正好自己业绩 也就回去了 大家都有这种看法 但我就有哪个只有的劲儿 我就要坚持下去 我就要做出来 没想到他搞得那么好 老头儿就有四件经验 还要过去 这一份 创业这么辛苦 我没留一点 但看来是真的 我流泪了 洪水带走了杨妹 整整八个大烹的蔬菜 连他搭在菜地旁的临时住所 也被冲走了 老百姓也相信你了 也带走起来 如果现在打退堂股就撤走了 那等于前面的工作都白做了 我说大不了 要从头又再来 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 而这一次 杨妹也在这片土地上 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每份荣誉背后 真的就是一个鞭策和机力和一份责任 一张蓝图吧 就是让真正的实现 城义乡的一个融合 没有城市和农村的一个区别 杨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呢 是生在农村 学的是农业的专业 后来呢 又回到了农村老家 这对你来说 应该适应得很快 而且没有压力 对不对 不不不 我压力很大的 什么压力啊 应该说从我报考农业大学开始 就面临到巨大的压力和阻力 因为我们家的话 就出我一个大学生嘛 然后我父母当时一看到 我录取通知书那一课 我父亲一看农业大学 啪一声 然后给我扣桌上去 为什么 然后我母亲说 你读什么农业大学 你学农业回家跟我学呀 干嘛花钱到大学里面去学呀 我觉得说的也有道理 对啊 就花冤枉钱嘛 他们认为 所以说我报考农业大学 面临着压力 但是一读了农业大学毕业之后 又选择回到农村 所以说父母就很不理解 也很气愤 但是现在父母已经理解你了 对对对 现在父母已经理解我了 从一二年五月份 就我的父母第一次跨进 我的蔬菜大棚 然后我父亲当时就 看着我的菜很感慨地说 想不到的蔬菜还可以这么重 她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菜 我母亲也说 想不到这个农业大学没白读啊 所以说我都觉得真的很满足 觉得这个学费交的是挺值的 对吧 对对对 现在我一家人基本上都在帮着我 打理蔬菜基地 他们理解支持我了 我的婚礼也是在蔬菜大棚里面举行的 给大家看张照片 你们看啊 这是非常低碳环保的一场婚礼 但是非常有纪念意义 这就是在他们的蔬菜大棚里边 完成了杨妹和她老公的那一场婚礼 据说当天呢来了不少人 在杨妹她的带领之下呢 现在我们的吴家镇双流村 已经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一个品牌 知名的蔬菜村了 对不对 现在呢大家伙儿腰包鼓了 腰杆也直了 我想问一下杨书记 接下来对于咱们村还有什么打算 咱们对着摄像机跟村民们汇报一下 我们村的资助产业啊 是我们的吴家翠年白 我的一个目标就是 怎么让我们的吴家翠年白 能走出重庆走向全中国 这个口号啊喊得挺响的 走出重庆走向全中国 待会想问广告打过吗 没打过 央视的收视率特别高 对对对 咱要不要借这个平台 给咱们吴家翠年白打个广告 对对对 打个广告 谢谢谢谢海老师 开始来 吴家翠年白 好吃脆又甜 吴美双流 邀大家共有 吴家镇双流村 欢迎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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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记起 曾与我同行 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我会流泪的眼睛 喔喔喔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我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喔喔 夜空中最亮的星 请指引我靠近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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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听 但是以外先来历 我宁愿所有更多的孤独 都在心里 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 对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我愿不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照顾的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 我愿不谎言去拥抱你 好想照亮我前行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和会流泪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哦 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照顾的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我愿不谎言去拥抱你 好想照亮我前行 夜空中最亮的星 从繁花似锦 霓虹闪烁的都市 到人烟稀少 地域广阔的雪域高原 焦虑 彷徨 这是劳动保障员金彩虹 2013年刚从深圳来到 两河口认识的第一感受 海拔的话比较高 有3000多 对业务不熟悉 这些都还可以克服 但是最让我觉得比较焦虑的就是 乡亲们对人设政策不太了解 对我也不太了解 所以当时就觉得压力挺大 1035平方公里的辖区 为5000多名百姓服务 热情 耐心 是迅速融入工作的唯一途径 可是很快金彩虹就发现 这还远远不够 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最大化享受到惠民政策呢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金彩虹亮出了大学时电子信息工程的专业技能 创新出带预测算公式 澳口的政策最终转变成了前线的算术 一年你把一千分成两个五倍 是不是一年还是偷了一千块钱 还是偷了一千三 但是你看 交五倍就拉好多钱了 再给全场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我们就交没了 三年时间百分之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 这是金彩虹的成绩 也是它的起点 原本与山沟沟沟格格不入的金彩虹 成为了大家眼里的香菠菠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就是 政府和乡亲们中间的一座桥 我就是要把这个桥当好 把我们党和政府的一些惠民政策 要及时有效地传达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让他们体会到我们国家 这个现在对我们这儿的老百姓的关爱 还有关心 但起这份责任心中有阳光 脚下有力量 祝愿我们两河的明天更美好 这是一个距离乌鲁木齐八百公里的南疆小镇 戴东元是这里的党委副书记兼政法书记 2012年 戴东元从中南大学毕业来到这里 从小就农家孩子 我的户口 在上大学期间都是农家 喜欢老百姓的质朴 喜欢老百姓的简单 冬季是小镇上收获棉花的季节 戴东元来给农户鱼光琴家送棉花 三年前一场自然灾害将余光琴家170亩的棉花摧毁殆尽 一家人的生活濒临绝境 我在地里面我已经都苦过不醒了 贷款贷款我 实际上没得法还了呀 我们家从小找个贷款 不知道这种感觉 他没 可能过两天要跟我打个电话 每天要跟我打个电话 他要安慰我 谢谢我真的要谢谢小镇 对那种农民的话 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没有推迟过 我觉得还太好 真的说不完 他的好我真的说不完 他跟我妈妈 我父母亲母亲也没这样子 全部我也觉得了 得许得太好了 我们农民得得许计 我现在的维持是 托花仪到这前面出去 好的 七年来 阿拉哈格镇的二十五个村 他已经走了无数遍 他记住了这里的每一条小路 每一户人家 他是老乡们心中的暖男书记 他是阿拉哈格镇永远不知疲倦的首页人 他是奋战在新疆建设一线上的坚强勇士 2018年2月 戴东元通过临选考进了自治区 区植机关工作 从基层到大机关 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上升通道 可离开了阿拉哈格镇的戴东元 却心事重重 很小 真的是很小 特别小小的地方 他们有事没事 就给我打了 小乃 我经常会听到一句话 小乃 我能进出来那种感觉 不舍 八个月后 戴东元不顾亲友的劝阻 用前后五封申请书 终于说服了组织 重新返回阿拉哈格镇工作 如果没离开这感触地 没有离开我的老乡 没有离开我的这些战友 真的很幸运 这是我的幸运 在基层能实现人生价值吗 我的回答是 在基层大有可为 有人说祖国很大 新疆很美 也有人说南疆很苦 基层很累 面对种种的未知 七年前的我 从美丽的中南大学 走进了新疆南端的 一个小镇 阿拉哈格 七年间 我的工作 生活 早已经和这类人们 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是他们给我温暖和力量 我记得老乡们 握着我双手时 感激的眼神 我记得与光亲大妈的那句 没有小戴 可能就没有我了 我还记得 海里切姆老妈妈的一生 米能把浪 我的孩子 我知道 这一生生小戴 一个个感激的眼神 在他们的心中 是那么的重 阿布里斯底堡办好了吗 买卖体的工作还顺利吗 老河的棉花地 冬水放好了吗 我始终觉得 和乡亲们一起 筑同一个炕头 沾同一片泥土 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 走旁带地干好每一项工作 这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 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 谢谢大家 基层有用武之地吗 六年前的我并不确定 但是这六年来 我找到了答案 2013年的三月 我成为了一名 基层劳动保障员 但是当我看到 新的工作环境 离家远 海拔高 条件差 我心里头产生了 一丝丝退缩的情绪 但是正在这时 还好一位老阿妈的出现 及时改变了我 其实我并没有 为老人家做什么 我只是帮她 去县城跑了两趟腿 问了一个政策 但是却在一个寒冷的清晨 老人家非要往我怀里 塞一枚大金戒指 表达她的感谢之情 那一刻 我的内心 有一种从未有过的 一种被需要的满足感 我知道 他们需要我 这个地方需要我 不知不觉 我已经在两河口镇 工作生活了六年多 在这里的每一天 我都特别地开心 我希望 我能永远在这里工作 我希望把快乐 能带给他们 我也希望 通过我的努力 可以让父老乡亲们 真正享受到 国家的惠民政策 这 就是我的初心 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人说 人生价值并不在舞台 而在我们扮演的角色 三排教室 八名教师 九十个孩子 这座占地两宫情的 山村小学 就是她的人生舞台 不过 她对自己的角色 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她是老师 承担着四个年级 三门课程的教学任务 她是会计 不懂不会 一切要从零开始 她是教导主任 老师太少 排课是她最头疼的问题 她是副校长 把学生的安全放在首位 除了这些 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角色 老山小学的学生 大多来自外省 迁入的移民家庭 父辈们外出打工 奶奶一人照看六个孩子 往往疏于看管 她了解每名学生的家庭情况 更懂得他们内心的渴望 她用一针一线 一点一滴 弥补孩子们缺少的陪伴与关爱 衣服穿得有点少 很冷 冰玉老师就拿自己衣服 往我身上披 我们吃饭的时候 她会去 爱哥问我们吃饱了没有 有些时候我们生病了 她会像父母一样关心我们 就对我特别的关心 就像我的妈妈一样 十年坚守 她放弃了很多 背负了很多 也收获了很多 农村老师的角色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多的 更多方面我觉得可能还是以妈妈的身份去管她们 我觉得我跟我学生在一起 我是很幸福的 我刚才握了一下李京的手 冰凉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 是给同学讲课紧张还是站在这儿紧张 站在这儿紧张 别紧张 下面呢都是会被你的故事感动的观众 我们掌声再给她一下 让她放松点好吧 我跟大家说呀 现在不仅李京 她是一个老师 她的老妹 她老公 都被她发展成了 咱们那儿的两名老师 对 这还不算 她把爸爸妈妈 全家人都签到了 她担任老师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 我们那里确实是缺老师 特别缺少年轻的老师 我想此时此刻呀 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老公 你的妹妹 还有你的那些学生们 一定是守在啊 我们这个电视机的前面 看他们的李京老师呢 今天咱们借助这个机会 对他们也说点什么吧 好吗 爸 妈 老妹 老公 谢谢你们来到 金门沙阳石灰桥 谢谢你们来到我的身边 有你们在 我工作很踏实 谢谢你们支持我的工作 家长们 我爱你们 我想跟学生说的话 其实很多 经常有学生会问我 李老师你会走吗 李老师在这里告诉你们 这里是你们的家 也是我的家 以后我希望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努力 共同进步 老师在这里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闪闪发光 在你的眼里呢 咱们的老山小学 空气好 山好 水好 人好 我想问一下 咱们学校现在还缺老师吗 缺老师 缺老师 要不然咱们今天也打一个招聘广告怎么样 正好 谢谢 听说 因为在台下跟我说说 海洋 其他事你可以不问我 但是我这个广告词想好了 你必须在台上让我念一下 我希望给我们那儿多教点老师 我们也让他打这个广告好不好 谢谢大家 湖北省沙阳县石灰桥镇老山小学 成聘五名教师 江汉平原美如画 最美沙阳油菜花 空气污染 蔬菜无公害 乡亲们热情质朴 工资每月基本不花 包吃包住 谢谢大家 还挺押韵是不是 那这是个打油诗 我也给你来一句 李晶老师笑颜如花 千里追梦带动全家 十年青春绽放芳华 让孩子们认识了世界 也看到了奉献的伟大 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后 也一定会像他们的李晶老师一样 一笔一画 书写青春最美丽的童话 也请李晶老师 接受我们现场观众 充满敬意的掌声 也请李晶老师收下 谢谢李晶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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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秋天的那个夜晚 对于25岁的陶建刚而言 无疑就是这样的时刻 五名老教师 三个年级 33名学生 这座激临倒闭的学校就是他即将工作的地方 最开始就感觉自己待在这个地方毫无意义 没有任何价值 自己有理想 这个也没办法实现 从山东到陕西 满腿热情却迎来一盘冷水 去或留 这本是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 但对此刻的他来说 却难以抉择 这是一次难忘的家法 孩子们每天上学都要往返山路三十多公里 如果学校停办 孩子们只能去更远的学校 或者是无奈辍学 对于大山的孩子们来说 读书是他们走出大山的唯一希望 而我留下来 有可能让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 以这种现实化的现实 来表现我们这个杯子 你想象嘛 是不是 我们这样的杯子可能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思维 我们自己想象 这是他在这里任教的第七年 七年不是被动的忍耐 而是一连串的创新和改革 十七名教师 六个年级 一百七十名学生 学校的教学质量 已经名列前茅 七年间 已经有近两百名学生 从这里毕业 开启人生梦想 七年 他用自己的青春热血 为大山里的孩子们 守护着一份希望 人生的道路上 选择可以是一时的 但是坚守 却需要一生 一座大山 两万亩森林 它们远离人群 它们与树木相伴 选择成为一名护林员的时候 刘天娇还不清楚 寻山护林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爬坡过沟 躲避毒虫野兽 观察火情 经历枯枝败叶 培育防火林带 预防病虫害疫情 宣传防火知识 劝阻盗采盗法者 如今刘天娇还学会了 测绘地形地貌 成为了守护山林的活地图 每一位护林员身上 都有三件宝 水壶 镰刀 和挎包 除此之外 刘天娇还多一辆摩托车 和宣传喇叭 每天早上七点 它要准时上山 腰间挎上水壶 手里钻上镰刀 包里的宣传册 必须见人就发 而摩托车 仅能让它少走不到 一公里的山路 这是刘天娇 巡山守林的第十四天 每年的十月一日 至来年五月三十日 是森林防火期 护林员们往往一个月 才能回一次家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 刘天娇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 然而那个时候 本该陪在妻子身边的他 身在没有信号的山林之中 我这个星期要加班了 我就可能不下去了 在以后的椅子里 爸爸带上我林场来 让他感受一下这个森林 感受一下这片栗 让他认识一下 爸爸工作的重要性 以及 以及的发 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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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位护林员都有自己的故事 八年的坚守 对刘天娇来说只是开始 路还很长 我们既是妇林员 也是小朋友 也是森林的守护者 看得见青山 闻得见发香 这就是对绿水青山 最好的意见 青年人生 应该从哪里开启 我就要从这张图片说起 打开我家的后院 看到的是这片山林 2004年的一场山风 烧毁了它 而且再也不可修复 那是一场 由村民 不慎导致了山佛 那时候 我眼睁睁地看着山佛 吞没了这片山林 而无能为力 当时 我按下决心 长大一定要好好地保护 这片山林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云山 国家的号召 坚定了我的信念 大学毕业后 我当了一名副林员 我喜欢这里 西方和这片山林 同夫妻 共成长 我希望我的青春 也和山林一样 知凡夜眸 守住家乡的这一片金山银山 是我的初心 也是我奋斗的方向 谢谢大家 人的一生 有很多选择 你该选择什么 实现自我 我一度也很迷茫 我教的第一届学生 写给我的信说 老师 老师 是你带给了我希望 但是那个孩子并不知道 当初的我是多么的绝望 面对一个偏僻 闭塞 仅有三三个孩子的 小学校 难道 这就是我全部的工作 七年后 我有了自己的思考 七年中 有二百八十个孩子 从这里起步 升入了更好的学校 七年了 有五百个孩子 燃起希望 开启了美好的人生 有孩子 在信中写道 老师 我也有一个 和您一样的梦想 那就是当一名人民教师 把你的精神 传下去 用自己的付出 带给别人希望 并让这希望 像种子一样 生生不息 这就是 实现自我的 最好方式 谢谢大家 小青岛 一座1.14平方公里的 海中小岛 从距离最近的陆地 来到这里 至少要忍受 四个小时的 航行颠簸 大风 暴雨 海雾 这里一年当中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会因为航路阻断 成为一座孤岛 姐 我来了 王辉 快 老婆 走 你哪不是我 王辉 已经来自工作了十一年 是小青岛 香卫生院的副院长 也是这座小岛上 唯一的医生 岛上年轻人 大多在外武功 王辉每天要面对的 是四百多位 留守的老人 王辉 男友 来啦 王辉 快来 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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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一个人的医院 重复的工作 闭塞的环境 对于每一个年轻人 都无疑是个艰难的考验 之前这也来了一个 之一的 待了差不多一个月 就走了 他其他的同学 都在比较大的地方上班 他自己在一个 这种小岛上 自己心里有落差 然后有点坚守不了 海岛医生的一天 除了诊疗 还会被乡亲们的 生活琐事填满 喂 能吃钱吗 铁带是好用的 生意都有 这边也能吃钱 那边也能吃钱 是 面对这些 王辉总会不厌其烦 因为他知道 这在当地 是一种最质朴的信任 站在日夜守护的小岛上 王辉也常常跳往对岸的家乡 嘴上说不想家吧 其实还是想家 想 想爸妈 最近我爸妈 就会用微信 然后发一张照片给我 然后突然间看着他们 就觉得 真的是 是 中间其实也有一两次 就是说 干脆回家行了 后来想想还是觉得 我自己是特别苦痛的一个人 反而在这个地方 觉得自己的价值 被充分地体现出来了 有一种成就感 只要这个岛上的人需要我 我愿意继续在这儿 守护他们的健康 我们把掌声献给王辉 欢迎他来到这个舞台 欢迎你 王辉 刚在我看短片当中 经常会出现一个镜头 就是你独自地站在海边 当你一个人 站在大海边的时候 会想唱歌吗 我唱歌倒是没有 你觉得自己唱得不好听 就是有时候能在那儿 喊两嗓子 喊什么 就啊啊大喊 啊啊大喊 是为什么 就特别是刚去的时候 一个人嘛 就是挺无聊的 挺孤独的吧 喊两嗓子发泄泄泄泄 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 去采访他的时候 都说过 王辉总是笑 说你现在笑的时候 比你哭的时候多 是吗 对对 哭啊 哭啊 不能哭 哭了懂得自己 就输了那种 所以就笑 旁边人看着你笑 也觉得你 这个姑娘长得挺喜庆的 也挺高兴的嘛 什么叫苦中作乐呀 真的 真的 王辉把笑 把快乐 把贴心 都带给了那儿的人 所以你知道吗 那儿的老乡们 怎么称呼王辉吗 我一开始听 漫天听不太懂 后来才听懂 安王辉 安王辉 安家的王辉 安家的人 安家的闺女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他们不打我当外人 那的人都 特别的春福善良 不打我当外人 就是特别好 他们说你都不把 你在这儿的工作情况 告诉爹娘 这十一年都很少 跟他们说 你是怎么工作的 对对对 真的吗 对 我是从来 没告诉他们 我那到底 具体是什么情况 也不敢让他们去 毕竟那个地方 倒嘛 也然后也不大 还是挺辛苦的 就是也挺 条件也挺艰苦的 他们不看见 他们就不担心我 不担心我就觉得 我挺好 再说我 你看这长得 满身都是肉的 肯定叫得我挺好的 多好的女儿啊 用这种方式 竟然十一年 就隔绝着 跟父母之间的 这一层纸 这一层纸上 写着多少思念 这种思念怎么办 怎么办 白天都还好 反正忙活忙活 也不去想那些 反正吧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挺想他们 想吧 就时间长了 反正是 也就跟自己说吧 别想别想 想了的话就 老是觉得 自己情绪不高啊 就别想别想 自己给自己多说几遍 说几遍吧 睡觉第二天 就全能把这事忘了 只能自己坚强着挺 对 但实际上想 肯定想呀 是克服不了的 对对对 那你当面告诉你爸妈 行吗 别被人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当面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什么 告诉他们我好呀 告诉他们你好 对 行吗 行 爸妈我都挺好的 你们只要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的 我就都好 对着哪儿说呢 对中中间 对中中间的镜头说呢 对 那不行 我想让你 对着你爸妈说 我们有请王辉的爸妈 来 真的假的 你们真把他们找来了 还站在这儿干吗 真把你们找来了 哎呀 来干吗呀 叔叔阿姨 来 靠近王辉 身边 还忍着呢 别别别 这是高兴事 能看见 能看见爹妈呢 不高兴 他们第一次看到 你工作的地方 第一次知道 自己的女儿 一个人守着这个小村庄 整个医院 就这一个大夫 知道你每天工作 十几个小时 看到你在大海边 一个人 孤独地站着 那是他们的闺女 是他们身上掉的肉 挺好的 挺好的 阿姨 看到闺女了 最想跟她说啥 你死了 就她死了 叔叔说 叔叔离闺女 再近点没事 你们现在离多近 我们都觉得还是远 对越近 我们越开心 今天她能 看到这么早的英语 我很高兴 以后希望她 因一真真地 为早上的群众看病 努力把以后的工作 做得更好 完了 是不是当爹的 你说话都这样 当爹只会鼓励女儿 没别的了 我让阿姨说 阿姨 你最想说啥 你想说啥 说啥 这是现在的永远 这种旅工作 把最后走到 她另一半 她现在还没结婚 我就是这么 最大的希望 什么什么 没听听 最后一句 最后走到她另一半 她没结婚 现在不是吗 早点找到另一半 对 你看阿姨 这么短的时间 难道都要把这个心愿 赶快说出来 孟慧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你看阿姨 可是含着眼泪说的 你知道这句话 分量有多重吧 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其实阿姨 不仅仅单单是说 让你找到一个家 她其实是希望 你有依靠 你有爱 你有港湾 我争取 争取 你应该说 那得这样 再来点年轻人 所以阿姨 您应该 跟我们的电视机团观众 呼吁一下 有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来 跟王辉做个伴 别让王辉在这个 一个人的医院里 你们呼吁 比我呼吁 就好 阿姨还是想 想用这种方式 告诉王辉 家里人 店里 所以 我希望我们的舞台 再给他们一点点时间 让他们在这儿 完完整整地团圆一次 行不行 我应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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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怎么样 到底能够 对我们的电视机团领 然后之前 一定心里有没有 所以我还给我 我应该看到 这个位置 感觉 我应该包括 因为你 每一道彩虹都铺上了不同的旋律 因为你 每一次落雨都变成了温柔的风景 因为你 每一个微微的声音都有了意义 每一种信息 都是因为你 因为你 我们学会了如何蜻蜓走春的鸟蜜 因为你 我们明白了如何捕捉剩下的重影 因为你 我们礼物了万秋和山东的奇迹 每一次成长 都是因为你 只因为你 只因为你 每一滴泪水 都化作最善良的心 因为你 深夜的舞台再也不会冷冷清清 因为你 每一滴泪水 每一滴泪水 都化作最善良 每一滴泪水 都化作最善良的心 无论你身在哪里 因为你 因为你 我们不离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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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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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如其来的天气揪着你的心 暴雨留不住你 病床上的父亲也留不住你 你说把村里受灾得马上回去 你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天 我们都记住了你的笑容 我们都记住了你慷慨奉献的青春年代 你的脚步永远停在了扶贫的路上 身形还保持着这样的姿态 把百姓的幸福高举过自己的头顶 你会永远守候在新长征的路上 一记一记的花开 把赤城奉献的大爱向祖国表达 你会永远陪伴着我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用热血浇住一片灿烂芳华 脚下沾了多少泥土 就能获得多少人生感悟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 就能沉淀多少真情 朴素 脚下沾了多少泥土 就能去开创多少梦想征途 来吧 恰同学少年 让我们去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用青春扎根基层 把深情奉献乡土 来吧 趁青春正好 让我们去迎着梦想奋斗 抬头望 星辰是我们的信仰 抚下身 我们的脚步正在路上 来吧 让我们去追赶时代的目标 在火热的青春中放飞人生的梦想 在拼搏的青春中成就事业的花张 掌声有请十位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登台 有请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梁延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为获奖者颁奖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谢谢孩子们再次祝贺所有的获奖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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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